巴西监狱用儿来当守卫 它到底有什么没有用呢 这个有趣的新闻是发生在巴西圣塔塔琳娜州的一所监狱 他们部署了大量的儿来守卫监狱 看似没有守卫能力的儿 为什么会被巴西那么器重呢 其实就有科学者表示 其实儿它的警觉性比犬类还要强 而且他们拥有地狱性强和感官敏锐的优势 而且养一群儿的费用比养一群警犬的费用来得低 那么其实不仅在巴西 就连中国和越南边界也是利用儿来防御那些非法偷渡者的 那么在这里就给大家科普一些小知识 有人说有儿的地方就不会有蛇的出现 那是因为儿的粪便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 那些蛇类或者是爬行类动物呢 碰到这些粪便就会痛步欲生 所以有儿的地方就不会有蛇的出现 另一点儿的眼睛呢 它可以分开操控 让视野变得更加的广阔 睡觉时呢 他们会出现半脑慢波睡眠的状态 也就是说他们会保持一边头脑的清醒 眼睛呢 也会随着一边睁开 以提高警觉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儿的经历 如果有的话呢 这些是不是真的 听了这些故事 这个奇葩的新闻 你们有没有想过养一只儿 来当你们的看家犬呢 留守堂堂News 给你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 记得点个赞 按个分享 还有关注我们堂堂网